哈喽大家好,豆豆在这儿给大家拜年啦 祝大家在新年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事业爱情,望望望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感人的电影 世上只有妈妈好,又名妈妈再爱我一次 影片开头,主人公小强在自己的工作室 意外遇到了失散多年的母亲 而母亲只抱着那个她的熊猫玩偶,却不认得她 镜头一转回到18年前 小白和男主两人心心相应,两情相悦地陶醉在爱河中 可男主的母亲因为小白的绅士而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讲求什么蒙当户对 传说中的恶婆婆现身一副丑恶的嘴脸 二人不顾反对,毅然决然地在一起 年轻人嘛,血气方刚,然后大家都懂的 话说那个时代也是蛮开放的啦 二人甜蜜地过着小两口的日子 很快,小白怀孕了 恶婆婆支其怀孕,拿着大把的钞票来找小白 让她打掉孩子,免得家门受辱 小白当然不同意 于是为了保护孩子,小白收拾东西离开了男主 一个人投奔乡下的阿姨 阿姨也劝说让其打胎 因为在那个时期,先孕后婚是一件很招人唾骂的事情 小白苦求阿姨,最终打动阿姨把孩子留下 几个月后,女主承受生产之痛,生下了儿子 与此同时,男主竟然和别人结婚了 小编我也是很气愤的,这样的男人还貌似为他生孩子 这里小白的心思我表示不懂,也真是太傻了 小白边工作边照顾小强 母子两人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过得不开心 儿子系小白的生活全部 但对儿子也是严加管教,上发分明 一次,儿子小强在幼儿园因为没有爸爸而被同学嘲笑 并和同学带打出手 回到家中,哭着和妈妈要爸爸 小白只能抱着儿子痛哭 小强懂事的和妈妈说 不要哭,以后我不要爸爸了,我们在一起就好 专业,母亲接到了 小强给母亲唱起了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小白只能抱着妈妈回家 小白只能抱着妈妈的孩子 小白只能抱着妈妈的孩子 过的这段时光 估计是二人最幸福的时候了 另一边 男主后来的妻子因多次流产造成不孕 恶婆婆这个时候想起小白的存在了 却也意外发现小强的存在 高兴的称自己的家族有厚了 脸皮也真是厚了 恶婆婆找上门来 竟恬不知耻的再次想拿条件换走小强 被小白再次拒绝 过去人的思想也真是整不明白 豪门是不是都是这样呢 这会儿我们的男主及其父亲 还算是明白点事 纷纷上门和小白见面 安慰小白并提供帮助 然而小白婉拒了 这个过程中小白也在思考 应该让小强得到更好的教育 更好的生长环境 母亲忍痛割爱 让恶婆婆接走了小强 和父亲一起生活 和母亲分开后 小强因为思念母亲大哭 小白也独自在家中思念儿子 一日小强太思念母亲 自己一个人跑回乡下家中 母子相见抱头痛哭 小强一定要和妈妈在一起 小白吓唬他 不许再回来偷偷见面了 不然妈妈就躲起来 孩子被迫和父亲回去 孩子还是不忍和母亲分开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爱才是最重要的 离开小白的儿子度日如年 每天以泪洗面 又一日大雨天 小强终忍不住 再次偷跑去见妈妈 男主和其父母找到小白家中 没有发现孩子 却意外看见了孩子 潜落在院子的熊猫玩偶 小强不见了 台风要来了 小强冒着雨 跑到王爷庙前躲避 因为他不敢回去 怕妈妈躲起来不见他 因此小强因受风寒感冒发烧 第二天 小白他们在王爷庙前 找到了小强 男主发现其发烧 赶紧带起就医 而这时 自责和思念儿子的急迫心情 让小白变得神志不清 以为他要抢走小强 在撕扯中 小白滚下了楼梯 摔到了头部 自此变成了神经错乱 画面转回18年后 长大后的小强 看到母亲抱着熊猫玩偶 却不认识自己 痛哭着唱起了 世上只有妈妈好 慢慢的 小白也一起唱了起来 被唤醒的小白 认出了眼前帅气的小伙 是自己的儿子小强 二人拥抱在了一起 自此 全局中 这一部曾经比较火的感人电影 同时也告诉了我们 爱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都没有所谓了 其实小白真的是比较傻 如果你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会生下这个孩子吗 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会 因为这个不完整的家 欢迎在留言区 留下你的神回复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然后 感谢观看